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法它两个要素要学成 第一个是怎么样 手中什么 治病手中什么 位置哦 反而不是按推技巧哦 这个很多人一直在 哎呀 我的技巧有多好什么 这个不对 你位置揉错了 你技巧再好 一样无效 譬如你头痛 结果你揉的已经很好 结果你不揉头部原始点 你竟然去揉它的臀部原始点 有没有效 显然没有效 所以手中位置啊 很多人常常说 我现在哦 可能揉法已经超过张医师了 有些人哦 学了几年他就以为 这个怎么可能 因为如果他要赢过我 他一定怎么样 要比就怎么样比 不要用我的位置 因为位置如果我不告诉你 你怎么揉会赢过我 重点是胜不点在位置啊 那你怎么比 我如果不教你 你会吗 所以人家说 江湖一点绝啊 如果我不教那一点绝 谁也学不成 比如说你这里痛 我知道关键在这里 对不对 手背痛 手腕痛 他在这里 但是我就整只手帮你乱抓 然后抓到这里我特别按几下 一定有效 但是你不知道 以为哇 这里手背痛一定要按整只手 你学了一辈子也学不成 因为我在哪里施工 我就是不告诉你 你也没有我的办法 是不是这样 是啊 所以当时候当我把位置发现的时候 我都很挣扎 要不要告诉你们 因为我知道啊 古人学功夫 一定要对老师很好 对不对 因为老师也要看你 你是不是真心要学 你那个心是不是柔软的 所以都来的时候不是就教你功夫哦 来是叫你怎么样 打扫啊 泡茶啊 整理家务啊 然后甚至洗厕所啊 对不对 一定要做这些 然后做多久呢 听说要三年耶 三年来观察呢 然后最后四个月是怎么样 才教你功夫的 看可以了 我最后四个月才 所以人家说要功夫学程 要三年四个月呢 是这样来呢 但是我想一想 我跟你们萍水相逢 非亲非故 那我干嘛要教你们 你们也没有帮我洗过厕所 对吧 也没有倒一杯茶给我喝 那我研发了五年 日以继夜在研发 我干嘛要教你们 对啊 那想一想 也不对啊 我是要救人的啊 如果我不公开 你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秘密 你们怎么跟我比呢 我现在告诉你们 你们要跟老师比 哈哈哈 是吧 有些人在这样转 我就笑死了 你要跟我比技巧吗 好 那比技巧 就不要用我的一条脊椎技术 我看你怎么制 对不对 就像开关是最重要的嘛 你那个开关 你即便手法再粗糙一点 我们知道电灯要怎么亮 开关在哪里 你用手指头按开关 也会亮啊 你用木棒按会不会亮 也会啊 你拿罗赖吧 我们的工具 去按有没有效 有啊 你拿手术刀去按 也有效啊 那重点不在工具 而在哪里 位置 所以记得我讲 中医针灸 它不在于手法 针灸的技巧 根本不是这个 而是在怎么样 位置就决定它的身部 比如你胃痛 你不扎竹山里 你却扎其他的穴位 可能效果就差了 我是这样举例 那重点还是在位置 所以很多医师 一直在求真法 什么有烧山火透天良 哎呀你不要迷信 那个手法 就是我说的按推剂 虽重要但不是最重要 其实治病最最重要的 恰恰就是在开关 也就是位置 所以我这里已经点出来了 治病 如果手法 不含位置 原始点位置 还有按推技巧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位置一定要记得 位置一定要摸得一清二楚 不能揉错 然后才来 有了这个基本功 才来学技巧 你好了吗 我给你打开关键 是什么 我会听到你 你会问你 你会问你